作者57分 他们指着广告里漂亮的女明星打去 大妹 漂亮 18年过去了 黄博已经和广告里的女明星拍过四部电影 分别是《丁雾风云成真》 《西游祥摩摩篇》 《寻龙绝恶》一出好戏 这位女明星是舒淇 不同的是 18年前第一次当演员拍戏的黄博 如今变成了第一次当导演导戏的黄博 0120岁时黄博北上北京 晚上在王府井地下二层的小客厅住唱 白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 四处推销自己在广州录制的唱片 当时跟他跑同一个歌听场的还有马文君 马家 周旬 沙宝亮等人 这些人之后都火了 黄博还没火 沙宝亮记得第一次见到黄博 当时我就觉得这歌吗 跳得挺好 唱得也不错 就是常得太一般了 觉得挺可惜的 普通长相也直接影响 这他入行成为一名演员 报考北京电影学院黄博用了三年 第一年因为长相人影没考上 第二年依旧 第三年表演专业临时开设了两年学制的录音方向 让黄博点了个漏 成为班级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很多人形容黄博是大气满城 当导演也到底如此 好戏磨了七年 黄博说 在琢磨写的过程中 学生拍了太久 跟邓超也聊过 不久之后他拍了分手大师 跟陈四诚也聊过 不久之后他人家太万一上了 也许是深知自己不能胜任 下意识的知道之事的大伤基本上半条命 黄博拿着剧本分别找了封小刚 明浩等人都为达成合作 最终还是决定自己拍 大约在2012年 黄博发现自己慢慢找不到演戏的意义 演得好 观众觉得那是应该的 毕竟那时的黄博已是金马甲影帝 2012年对于徐珍来说 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其次编刺倒自演的电影处女 做人在总图之态就上映了 黄博在里面饰演歪脖子高伯 电影最终剖仓是2.68亿 被称为当时内地电影纸商业上最成功的制作 两人因疯狂的石头而结缘 当时的徐珍急于摆脱猪八戒 李卫角色的影子 火了的却是黄博 在太总之后 徐珍才真正的一发不可收拾 后来的徐珍 用一部赶紧完成了从演员夹导演到资本男家的角色转变 徐珍出品渐渐成为许多电影的招牌 到后来的黄博 身上贴上了很多标签 七十亿影帝 国民幻叔叔 中年顶级流量 这些标签都是别人给他的 他要为自己亲手贴上一个 年轻导演 在现阶段 做导演这件事情 可能对我来说更有意义一些 零二无独有偶 徐珍也说 拍《我不是要神》之前 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做演员的开心了 我不是要神 后来引起的社会关注及讨论 已经完全脱离开 明昊和徐珍兼致的光环 或许这才是一部好电影应该有的样子 徐珍兢兢业业的做宣传 上好友黄美的节目 向往的生活 做了两道学士四棒菜 油嫩蒜和虾爆炸面 抢掉黄小厨的风头 同样把黄磊出身名号抢走的还有黄博 同时去做宣传 黄博在向往的生活里 做了一道假暴雨 香味穿透屏幕还登上了热森堡 黄博要尊称黄磊为师爷 相比起28岁才考上北颖的黄博 黄磊26岁时已在北颖院教 海青 黄海波等都是他的学生 黄磊的职业生涯远比黄博要顺风顺水的多 出生于文艺世家 黄磊曾经留着一头长发 是文艺青年的代名词 他实实在在的发过四张专辑 编曲作曲全由陈志远 一人担当 陈志远是台湾最早的编曲作曲大家 在回首和梅花三楼接出自己手 黄磊可谓少年得志 二十岁考入北颖 第一次出演电影 就是陈凯歌入维卡内音单的编走编唱 后音学志摩一脚红遍两岸仨地 树立起偏偏才子的迎拼形象 此后更是自编自导自演电视剧 夜半歌声 那时的黄磊还在四处浪荡 为自己的音乐梦日夜奔波 同时期出道的毛宁 讲运营全火了 他还在小歌厅里被人起哄下去 滚 我下去 那时的黄磊需要钱 唱满四首歌 才能拿到钱 所以硬着头皮也不能下去 黄磊做歌手做了七年 一拜涂地 做演员做了六年 才一炮儿童 在黄磊开始走红的档口 黄磊已开始步入人生赢家的阶段 女儿多多出生之后 可待有文艺青年光环的黄磊不见了 她的心标签是模范丈夫 活民暖霸 在综艺节目里 黄磊也逐渐找到了定位 百科全书黄老师 睿智成熟浪狐狸 幸福难卖胖嘱咐 这些是黄磊用心经营的 夸黄磊也变成一件 让观众心安理得的事 不过人设渐渐固定 就意味着细路越来越窄 黄磊和学生一样 走上了影视投资的路线 却没能获得实践那么大的能量 没有通往爆款之路 2014年何久要当导演拍枝次花开 你们完全没有经验 去找黄磊帮忙当监制 黄磊给这部电影打了60分 他说在我心里面 他何久及格就好 他拍得及格就好 他自己对自己的青春做一个纪念 拍摄一部电影 影片虽然在豆磊上只有4.1分 却收获了3.791的票房 然而 一年多后 黄磊的厨女作导演电影麻烦家族票房 才3232.7万 豆磊平分4.5分 并不能说比何久好多少 何久年是圈内出了名的人原地 如果观众是因为何老师 曾经的青春情怀走进电影院 却不见得会为黄磊曾经的好形象 打满单 当时黄磊创办的黄小 图音创意抄袭事件被广受批评 之后深夜食堂的高开低走 也让很多观众表示对黄磊很失望 两部作品的相吸扑接 一时间 批评黄磊又成为了主流舆论方向 黄磊没有那么多精细的人设定位 草根出世意志如影随形 做演员这么久 害怕自己脱离现实生活 于是去坐地铁 去市场买菜 用自己的方式挽回钻 有人说我现在站在演艺圈的山顶上 我其实不太喜欢站在山顶上 因为在山顶 可能多走一步就掉下来了 林三在黄磊的朋友圈中 王宝强的草根痕迹更重 乍根形象深入人心 但同时 王宝强同黄磊一起站在了山顶上 被称为华与泰最具飘放号召力的明星之一 大闹天竹宣布订单后 距离王宝强宣布起坐离花 已过去了五个多月 只吃宝宝 看大闹天竹的口号 还是在网络上此起彼伏 当初王宝强宣布要当导演时的 科德之声以南密踪迹 然而 王宝强的电影《处女》做常事 付出了饶鬼的学费 影片最终拿到了7.56亿的票房 邓口碑很差 豆瓣平稳近3.7分 当时网上骂得很凶 烂片 王宝强不该当导演 则否定生烟不绝于耳 王宝强说作为新手导演 对于烂全部虚心接受 但自己还是能当导演的 努力是可以改变现实的 索性 黄博还没有到不配当导演 的地步 黄博把第一次剪好的片子 兴冲冲的给一众前辈看 管虎说 剪的真的挺好的 被流畅 而且主题啊 节奏啊 特别清晰 风格比较特别 从我这角度 黄博他完全可以做各种不同的电影 正前成功的把握性非常强 百分之二百八 学生说 黄博胆子太大了 人版特别担心 看完一点都不用担心 平衡方面处理的特别好 电影整个节奏好 人物和逻辑特别清晰 最后还有感动的地方 评价是真的高 不知里面含有多少人情在 上映七天 一出好戏票房破了八亿 豆瓣上也有七点三的评分 发布会当天 黄博树一出好戏 的票房要突破三十亿的 当场被王宝强拆台 你最多十亿票房 王宝强说的可能是真的 与爱情公寓同当期 被一出好戏 此前的票房预估顶多 也才六亿 即使出了挂羊头卖狗肉事件 爱情公寓也有了五点四四亿票房 要不是有这点试运 很难相信黄博出品能一席情怀买卖 姜文现身创造101总决赛时 黄博说姜文导演一般 是不会参加任何综艺节目的 这一次来真的非常难得 姜文总被认为是高高在上的 贝利宣传一次自家电影 就被骂姿态难看 黄博早在影片上映 前两个月就贫乏参加综艺 他坐在椅子上和101女孩们聊天 没人嘲笑他 反而让他最为出道 在演艺室 演如玉中间的时候 姜文突然做起了导演 年近30岁 处女座至今还被影迷吗 称为姜文最好的电影 张艺谋说 我相信他是未来中国最好的导演 王复说有他在 我们才好说本大国电影 也不都是新活 此后姜文的电影 是中国电影市场少有的宠儿 光凭名字就可拥有一席之地 同时在暑气道上映的 邪不压正 被看作是姜文的北洋三部曲之一 让子大杯票房口碑双丰收 一部之谣 则让观众失望大于期望 邪不压正 也大抵是毁日参半 姜文的名字也有不灵的时候 大概是这几年大家一贯的心声 从这个角度看 一位老演员的口碑形象 是作为导演处女作的最大营销点 但对名号的过度消耗 也会成为爱怪好戏的一根致命稻草 但也许 黄伯不会是姜文 在线下 他要学会先成为徐征 然后再次带避兀作